我死 我也要做飞行员 妈 早点回去休息吧 爸 你担心我 你就那么喜欢当飞行员吗 非当不可 对 方律师 原告律师已经在休息室等您了 南亭哥 程小姐 你们是我见过最勇敢的陆航人 我会以你们为榜样的 嗯 我们先回去吧 我都快饿死了 走走走 赶紧回家做饭去做 那一定要做多好多庆祝一下 你们不邀请我啊 什么 我庆不见了 拜拜 拜拜 走吧 我送你 谢谢你啊 不 应该是 对不起 本来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 现在把你连累了 结果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愿意为你这么做 程小 我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 等一下 诚哥 不好意思 这段时间也让你为难了 我没站在你对边 是我应该抱歉才对 你是为了我好 我知道 我一直都是站在 我的角度来对你好 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你想要什么 别别别 你快别这么说 诚哥 有件事情 我一直想当委对你说 你说 我喜欢你 挺久了 其实我知道 你早就看出来了 而且 你也用你的方式拒绝了我 我 我能说出来 就证明我已经放下了 我怎么也得当面表达意思啊 要不然也太不难了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他表白了吗 是 短时间内我恐怕 还不能很轻松地面对你们 不过我希望 以后我们还能做回朋友 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我的朋友 很好的朋友 祝贺的拥抱 祝贺的拥抱 不会这么吝啬吧 抱歉找你 谢谢你 你站在哪儿 我哥们儿 我哥们儿 怎么了 妈 走吧 我有话要跟你说 陈香 走 走 给我和新的 你干什么呀 你干吗要逼我呢 你别以为今天的官司 让你很满意 可是你觉得你在陆航 还能待得下去吗 就算公司开除我 我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天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 没有意义的坚持 陈香能不能体面一些 阿姨 其实公司也未必就会去 闭嘴 我再跟我的女儿说话 方律师 就算陆航开除我 我也会去别的航空公司应聘 一家不守我 我找第二家 第三家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我死我也要做飞行员 妈 妈 患者的血压已降下来了 经过检查呢 没发现脑血管并发症 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 医生 那为什么他还没醒啊 患者刚用了药要多休息 你们千万注意不要刺激患者的情绪 谢谢医生 楼下只有这个 我让店家热了一下 我让店家热了一下 谢谢 吃点吧 你还照顾阿姨呢 明天的发布会 你要不就别去了 我要参加 我要亲眼看到江部长道歉 然后 我想请几天假 我会安排好 好 痛是你夫妻了 他在来的路上